Hello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龚俊 2020年很快就要结束了 很开心能够和大家一起并肩走过这么不平淡的一年 今天呢我就不唱歌了 小伙伴们呢出了一些题目准备考考我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我现在手上拿的呢就是这个手卡 给大家分享一下背面吧 年 肚 李 李 想 老 真是啊 别出心裁 第一个问题 2020年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2020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上半年 因为我在深圳拍一部叫从结婚开始恋爱的戏 因为我们拍摄的途中正好经历一起 然后深圳那边管理是比较严的 当时也是停工 然后在酒店也没事做 酒店的健身房也管了 然后每天呢就是关注新闻 时刻关注疫情的变化 也没事做 只能在酒店锻炼锻炼身体 对 就看看电影 这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好了第二个问题 2020年最想感谢的人是谁 为什么 2020年我最想感谢的依然是我喜欢我的粉丝朋友们 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 这个话我已经虽然是说过很多次了 但是我依旧还是要感谢大家 没有大家的支持 我也不可能一步一步的这么幸运的走过来 我出道也有好多年了吧 应该有几年了 然后四五年了 然后也积累了一些作品 一步步走过来 可能中间也有一些比较青涩的 青涩的作品啊 青涩的演技 或者是不成熟的演技 谢谢大家对我的这个建议也好 然后批评也罢 不管是粉丝还是各位看客 批评也好建议也罢 这些都是鼓励我成长 让我一步一步的往上往高处走的动力 对 谢谢各位兄弟姐们 最想感谢的是你们 谢谢 第三个问题 可以用最近流行的凡二赛方式 总结一下你的2020吗 2020年啊 虽然 就演了 2020年 虽然就演了 快结束了三部戏 还是有些遗憾 怎么说呢 就是作品一步接一步吧 也没有停过 比较遗憾的是没有休息的时间 还有呢 就是钱 在成都呢 也买了房 虽然这个 微款还没结完 我现在也是个房贷人 算是有房了吧 好了 这个凡二赛我真是不会说 这反正说 不是我的 强项 就这么着吧 然后第四个问题 2021年 对自己最大的期待是 2021年 当然对自己 希望自己还是一步一步 努力的实现自己的目标 往上走 往高处走 然后接一些自己 没有实验过的角色也好 没有实验过的类型也好 对 多多积累作品 这是 历生之本 第五个问题 2021年 有什么惊喜 回答给大家吗 都说了是惊喜了 是不是 惊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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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